穿蓝色衬衫的男子低头滑手机 滚滚碎碎左右张望 接着快步搭上手扶梯下楼 监视器拍下这个身影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清洁人员进到厕所 差点被吓昏 伸张厕所地板上 满满都是卫生纸 在一旁扶手缠绕好几圈 马桶边缘沾上会晤 就连天花板都被喷上番茄酱 原本干净的商场厕所 十分钟时间就成了这副模样 明显遭人蓄意破坏 去年是我们商场就有发生过 类似的状况 然后状况大概就是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 使类的东西被抹的商场的墙壁 大部分都是接近闭馆的时间 业者忍无可忍 因为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5月5号商场厕所 第一次被破坏 紧接着12月15又出现同样状况 再来是今年的5月跟7月 1年4次时间都是选在闭馆前半小时 而且同个时间同个地点 刚好都有同一名可疑男子出现 让业者决定公布监视器画面 报警待人 前几次我们想说可能是偶发的事件 所以商场这边其实也不会 这么样严厉的去揭发这样子 可是因为到了第四次 我们觉得就是商场这边 还需要有一点保护自己 清洁同仁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有这样子的行为 监视器比一比最近两次 男子虽然穿着不同上衣 但刘海都是旁风 同样戴着白狂眼镜也都穿拖鞋 特征明显几乎可以确定是同一人 警方现在已经介入调查 要离清男子身份 与破坏厕所的动机 业者也希望能尽快找到凶手 还给商场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 记者黄天空谈口蒙新卫视采访报道